那個官方檔案現在是算蠻完整的 其實今天可以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是國外檔案群可以申請的檔案 其實官方檔案算是相對還蠻完整的 就是筆錄什麼都有 像以前說有個安康招待室啊 說裡面有什麼檔案出來白色恐怖 那其實是身份號碼簿 有點像造冊你們懂我意思嗎 就是每個東西有個號碼卡 其實最核心的史料 基本上我覺得是公家機關裡面結冊出來 至少在白色恐怖前一期的啦 這個現在算很完整的 我們什麼人的筆錄都可以找不到 對所以大概是這樣 還有其他你想要問任何問題嗎 請說 他寫過一天他舊舊成本獎 但是後來成本獎的兒子好像又出來道歉 你是不是想著要解一下他們 這個兄弟他們他們怎麼樣的 關他兒子什麼事沒有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我真的覺得以前看我們與二的距離 我想家屬為什麼會被那麼大的 好啦那是我個人的感受 可是 其實以前他們在做地下工作的人 會說其實知識分子真的退路多啦 講就會講退路最多 那我也不會說知識地律 其實蠻多知識分子撐到你後面 那成本獎跟成本獎他到高雄之後 他們在岡山躲一段時間嘛 然後也躲過大樹那一帶 然後後來被落網 落網之後他們是被說服的 他們其實逃了最久的 你知道我剛才有講 一開始陳奇光告訴說他陸庫要抓了 村長 他們就跑到瑞芳去了 瑞芳去他叫許希芳留下來說 你們先看齊控我們先走 真的覺得那時候我看起來蠻生氣的 然後許希芳被捕 然後他們逃回南部區 那南部區也躲過彰化一段時間 他們被捕之後是真的就決定自信 我覺得他們自信資料是蠻恐怖的 因為他們是陸庫的領導人 而且他們把事情講得很重你知道嗎 所以有個模糊 就是說我形式上用槍逼你參加算不算參加 你不懂我意思嗎 或就算是我主動參加 他們說想分土地 他有到顛覆政府嗎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我想講的意思 但是陳柯和陳本康既然要自信 他們都寫滿名東西的 他們跟李上甲三人寫真寫很多 李上甲沒有想要自己兩個弟弟被槍決 其實那個寫的過程中 我都覺得他弟弟被槍決 對我而言都會有一點潛在的訊息是 大概也都不知道這事情寫錯的後果 對別人的影響更嚴重 所以其實李上甲後來是不太回去他老家的 我訪問李在安 他的堂地是回他老家訪問的 他說李上甲已經很多年沒有回來 他在台北做台日交流協會 對那 事先知道他們是真的交了滿多人出來 然後後來也才發現那時候 其中一個取人村長的女兒陳寗 因為陳長他有兩個太太 他的大的太太那時候在採竹子的時候 把這屁股被竹子尖 就是那整個竹尖插下去 就吐到腸子死掉了 然後他的 他後來那個太太也要生小 然後他跑到陳寗 陳鎮子馬桑口 其實那個 陳寗是跟陳 就是跟陳家兄弟其中一個機會 但後來發現到 其實陳寗家早就有家庭了 陳鋒肥有家庭 就是太多的欺騙 上山去的 陳鎮子馬桑口